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10月26日星期六 这两天我们看到网络上非常多的信息 关注在英国发现的39名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偷渡客死在货柜车里面 而且货柜车是冷冻的 据说是零下25度 零下25摄氏度 那就是说活活冻死了 那么39人里面有一位是未成年人 就是孩子 一开始大家都是确信 这39个人都是中国公民 包括中国的相关的官员也没有否认 但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云 在讲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方面说中国人 现在感到很自豪很幸福 没有必要采取这样的一些措施 去冒这样的生命的危险 风险 而且认为这个责任主要在英国 那么环球时报的那个主编 胡锡进也是那种腔调 好像觉得这个 这种事出现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是英国的责任 似乎中国跟那没什么关系 而且说中国现在改革开放 经济生活状况发生那么大的变化 所以个人没有必要走这条这个非常冒险的 甚至死亡之路 那么这些可以从官方 这样的一些表述中看出 他们的冷漠 没有人性 我们知道这个在英国已经发生了 不止一次这样的产案 2000年多福尔 多福尔那边这个出现的58名 这个死在货柜车中的这个产案 58人 对吧 然后呢到2004年 又有这个23名中国人是非法劳工吧 因为在英国西北部的一个地方 就是有一个海湾十倍被海潮冲走 那么发生了这样的事以后呢 英国政府也举行了一些这个必要的安置措施 甚至还输了纪念碑 让大家记住这个事件 但是纪念碑落成的时候 邀请中国使领馆的官员出席 竟然他们一个都没出席 完全拒绝 那么这么多年来呢 英国也是做了一些改进工作 就原来呢 大家知道一开始 英国的这个 对中国的签证政策是比较严格的 过去呢是最多给半年的旅游签证 后来放宽到两年时间 但是后来发现这个非法偷渡的人很多 所以呢 对有一些相关部门监控也加强了 签证的这个 应该说 签证的这种难度也大大的增加了 那么这个偷渡呢 其实不是今天才有的 那在过去 几十年来 甚至有的人说上百年来 有些沿海的省份地区 长期都是有偷渡的这样的一个习惯 过去呢 也没有什么特别严格的国界啊 什么 甚至有的人根本那时候就没有护照的概念 所以呢他们出国就是跟着船 船把他们带到什么地方 然后他们想尽办法去进入他们所向往的国家 这个历史上就有 那么 但是讲我们现在一般讲这个偷渡 这是最近这些年 对吧 最近这几十年里边 尤其是最近的二三十年来 这样一些偷渡的情况 比较集中的地区呢 是福建 据说福建的这个长乐 还有福清 这两个地区呢 是比较集中的 有人说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边 至少有几十万人是通过偷渡的途径 到了这个西方 当然也有一些到的不是特别发达的国家 比如是到那个前苏联东欧的那些国家 包括匈牙利啊波兰啊 捷克了 斯洛伐克了 还有很多 对吧 但是到发达国家的一般来讲 会令人向往 然后呢 这些神话 或者讲成功的案例 会在家乡被复制传播 所以这样的话 舌头的生意就很好 过去的行情说 10万元人民币就可以把一个人 就是安排到国外去 就是偷渡成功 但是后来这个价码不断的提高 现在呢 有人说5万美元 甚至8万美元 8万美元 按现在汇率的话呢 就是50多万 接近60万了 对吧 那么这么大的一笔钱 对于农村那些 没有什么学历啊 没什么技能的农民来讲 也还是很沉重的家庭负担 但是他们一般来讲 都是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 通常就是说 跟舌头讲好了 可能也要付一点定金 然后呢 让家里面人先出去 如果出去 成功到达了 发出一个平安 报平安的信息之后呢 家里面人再把剩下的钱 支付给舌头 或者讲舌头组织 一般他们也不接受陌生人 都是熟人 所以这个倒还是有一个内部的稳定 稳定机制啊 相互信任的机制 所以过去这几十年来 也还一直有相当多的人 是偷渡成功的 那我在美国 其实也接触到一些 来自福建的 这个偷渡的这些人 他们生活在美国已经很多年了 有的是差不多30年时间了 也是非常的艰辛 因为没有文化 这个刚开始也没有什么技能 语言不通 然后生活起来非常的困难 他们是 有的就是住人家的地下室啊 就是吃那些 到那个中国超市去把那些 变质的 或者人家不要的一些菜 把它烂菜叶子扒掉 然后找能吃的部分留下来 还有一些面包店 过期的面包 很便宜的价格 说这样的生存的话 他们的这个成本极其的低微 但时间长了 有的人就因此而生病 所以这种很很辛酸的这种偷渡史 因为你没有身份嘛 你生了病 一个是没钱 再一个也不敢公开的去寻找医院医生 所以是很非常辛酸的这样的一种经历 如果讲30多年前40年前这样做 是情有可原 因为那时候中国很贫困 但是现在呢 中国确实绝大多数地区 温饱的问题解决了 所以有些人 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还逃到国外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说生活这样的一种向往 理想 比如说你在中国国内 你都是看得到的 在农村 如果在山区 守着那贫瘠的土地 种粮食是根本赚不了什么钱的 种经济植物也赚不了什么钱 然后家庭负担沉重 也看不到希望 看不到前途 有些人过去呢 是在经济大潮 这个兴起的时候 是到大城市去打工 尤其是当建筑工地的劳工 去出苦力 但现在这些年房地产不景气 很多劳工找不到工作 又回到了农村 也没有前途 他们想来想去 觉得根据以前的经验 那些出去几十年 有的人十几年就已经不错了 传递来的消息就是说 十几年二十年之后 他们就有能力共房 子女上学 然后子女上学毕业以后 因为孩子小 从小在国外长大 然后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 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状况 就发生了改变 还有些人混得更好一点的话 自己开店 自己这个经营出租房屋 所以呢 这样的情况 给这个国内的这些人带来了希望 所以他们就像堵一堵 但是没有想到有那么大的危险 因为在偷渡的过程中 经常是比如说在大热天 塞到船舱里边透不过气来 多少个小时才能出来 有的时候一口水都不能喝 像这个大小便都不方便 还有人连续十几二十个小时 连一点东西食物都没有 还有人在这个冷冻 天寒地冻的情况下 活活的差点被冻死 一点这个食物取暖的东西都没有 身上也没钱 往往有钱的话 也是被舌头一开始就没收掉了 而且那个在各地接头运送的过程中 有一些这个舌头组织的成员 他根本不管你 他只是完成他一个最基本的任务 把你送到哪 所以这十几个小时里边 他不一定要考虑给你休息 不一定要给你喝水吃东西 只有少数人 在最低的这个限制的条件下 会提供一点食物和水 所以这个是风险非常大的 是搏命 那么有的人成为这个 就是有的人在美国 在英国的西方国家 待了几十年以后 终于渡过了难关 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又开始 他们的思想很简单嘛 被忽悠成为那种爱国粉红 跟使领馆打交道 就觉得很有面子 过去你有困难的时候 你倒霉的时候 你想过找这个使领馆吗 人家会搭理吗 根本不会搭理 等到你稍微所谓成功一点了 就是开了饭店了 搞了洗衣房了 然后成了成功人士了 每年大使馆 要组织一些活动的时候 都蜂拥而至 就觉得跟大使合个影啊 领事合个影啊 然后经常参加一些使馆的活动 感到很有面子 而且有很多人主动的 就是招揽大使馆的一些外务工程 劳务工程 哪怕就是不赚钱 倒贴都愿意 就是想沾一点光 然后这些人呢 平时如果看到有人反共啊 或者讲 看到有些人比如说同情法轮功啊 或者是这个对港台的这些 有一些独立意识的支持的话 那他们都非常的愤怒 就是要跟你拼命似的 就是他们如何如何的爱祖国 那么那么爱祖国拼了命要逃出来 那让他回去 愿不愿意回去呢 肯定也不愿意回去 就是这种 因为他们没有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 通脑非常的简单 有很多人是没有这样的一种 自我自觉的这个意识 去了解这个世界 这个什么自由平等 法治 宪政 这些他都不了解 当然也有些人时间长了以后 他如果通过实际生活中的对比 慢慢的感觉到这个中国和美国 中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这种巨大的差距 主要是制度造成的 这个人性都本身是很接近的 人性没有根本上的差别 主要是制度 制度和文化 还有宗教 习俗这些方面造成的 所以呢慢慢的 有些人也有一些觉悟 然后有一些这个不同的感受 当然他们用不着去公开的反共 因为他们还经常要回家 在家里边 在中国说不定还有一些生意要做 所以呢他没必要去公开的去反对中共 但是他也用不着就是在去拍大使馆的马屁 或跟这个亲共侨团如何如何的接近 当然有些做生意的人 他说我不管是什么政治观点 只要能跟我做生意的我都做 这个其实我们也用不着去谴责这样的人 因为这样的人他就是正常的普普通通的人都是这么想的 什么是有利什么不利他自己知道 对吧 就是比较恶心的就是那些过去受了多少年的苦 受共产党欺负 然后呢到了国外千辛万苦 好不容易状况好一点了以后 又开始呢感恩戴德的说是共产党 是中国给他什么什么好处 那如果真的样的话你回去吧 对吧 所以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这样的人 你像在纽约法拉顺 据说有20万华人 这是不是有点夸张 反正是华人是不少 有人说20万不止 可能有40万华人 所以到底有多少我们不清楚 但是纽约呢 的确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华人 那么如果你看看有一些反共异议人士 在一些地方举行活动的时候 经常有些人他们就非常的愤怒 觉得你们是污蔑祖国 就是说好像你们不爱国 你们是卖国贼汉奸美帝走狗 你想想你在美国生活 你还说人家是美帝走狗 你要那么在美在美国的土地上 你说你要为中共当这个卫护士辩护士 要为中共的利益去粉身碎骨 那是不是很可笑吗 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就是大千事件 所以呢 这个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偷渡客的问题 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 英国呢举行了这个哀悼 很多人都流泪 普通的英国民众 对这个39位丧尸的生命 非常的沉痛 有的人还接受了采访 也有一些华人感到非常的伤心 说这都是我们的兄弟姊妹 但是现在有一种舆论导向 说这不是中国人是越南人 其实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把他们身上的这个遗物啊 稍微一检查一对照就知道了 到底是中国人还是越南人 这个警方是比较有权利来说这样的话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什么证据可以表明 这39个人都是 都是外国人或者越南人 我们大多数人还是认为 他是中国人 就算是有个别的越南人 但是这主体还是中国人 所以这些呢 遇到这种情况 你看中国官方 并没有这个参加这样的调研活动啊 或者做对家属进行慰问 或者补偿啊 据说这个舌头组织 还提出来说要把钱退给这些家属 这个舌头组织虽然讲 一般说是犯罪组织啊 但是他们还有起码的这种良心 就是说这个事情没办成 人家死了啊 虽然他们这个组织 可能也没有那个财力 进行那种补偿性的这个赔偿 他只是把收去的钱再退还 能做到这一部分啊 或者退还一部分啊 就已经算是不容易了 那所以 这样的事情呢 今后还会不会发生呢 我相信还是会继续发生 但是中国会加强控制 对这个福建啊 相关的地区 重点地区进行控制 这些地区 对不起啊 这些地区其实最近这段时期啊 他们不是说最近啊 就最近这些年 他们获得正常途径的签证 都比较困难 因为这个人家一看是你福建 比如说是福清地区或者常乐地区 过去这种偷渡案例太多了 人就怀疑你有偷渡的这种情况 或者你去了以后可能就不回来了啊 就是这种黑在那个地方了 所以呢 获得签证呢 这个概率就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这话说回来呢 你光用这种办法也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这是带有歧视性的 虽然讲你可以通过过去的经验案例 但是你对每一个不同的人 应该有不同的对待 怎么可能说按照过过往的经验来认为 就他一定会黑下来 那么除了福建人以外 还有浙江的一些地方 过去偷渡的案例也比较多 那也不能简单粗暴的 用这种方式来全部加以拒绝 所以今后一段时间 我相信中国还会有偷渡 偷渡不完全是因为活不下去 连饭都吃不饱 有可能他能吃的饱饭 他有温饱的生活 但是他想追求更高的 他知道国外的这个空气好 环境优美 然后食品安全 比较讲道理讲法治 特别是孩子能够接受到最好的教育 所以有些人他也 你说他不懂 他至少也听人说过这些事情 他决心和价值取向还是很清楚的 那么有人讲 为什么朝鲜人不往那边跑 朝鲜偷渡的人少 朝鲜偷渡的人少吗 朝鲜控制的多严啊 但是仍然有大量的人逃往中国 逃往中国以后再想办法 借到逃到这个韩国或者其他国家 有些人就是一路上就受了各种各样的责磨和艰辛 然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网上采访了一些 舌头组织知情人 包括牵线的人 还有这个偷渡客自己本人的这种经历 另外呢 就是说 每个地方的偷渡的情况不太一样 有一些比如说受访的 偷渡客 女性 她们说自己在这个到达美国之后 或者到达其他一些国家之后 一开始听舌头组织宣传的时候 说一个月能挣很多钱 在英国说是一年能挣个一个月啊 就是说如果好的话能挣一两万英镑 按那个账算的话 她在英国干个两三年就可以了 就可以回家了 其实哪有那么容易的事 后来发现根本挣不到那么多钱 最后呢 就人家介绍去打工啊 一开始什么指甲店啊 美发店啊 按摩店啊 时间长了人家就诱导 就说要卖银 所以现在最新的一个数据我看到说 这个在美国的卖银的这个人数里边 80%是来自中国 这个数字相当的惊人 非常大 80%来自中国 而来自中国的省份呢 过去是比较多的就是 来自东北的 咳咳咳咳 就是捷克 捷克其实并不是像人们想象的能挣多少钱 在美国在法拉盛 捷克估计那个 据说低的只有几十美元 这个五六十美元可能是比较常见的 可能更低的还有还有更低的 对吧 那好一点的可能一两百美元的 甚至更高 那我不知道就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吧 那么 就是做这样的事情是非常有风险的 比如说警察会抓 对吧 有人会举报嘛 会抓进去 抓进去以后很可能就会被遣送回国 另外你要碰到那些变态的人 有一些 你说各个族裔都有 你说在纽约法拉盛你要是卖银的话 你碰上什么样的人都有 各个族裔种族 宗教习俗的人都有 有些人玩弄了以后 他要虐待甚至杀害这些人 所以过去很多年经常是有一些妓女 莫名其妙的就失踪 就被人杀死了很惨 所以这个确实是非常令人伤心吧 就是说你不管怎么样 你在中国还不至于能饿死冻死 通常情况下你还是能够有温饱生活 当在中国当妓女的也很多 你说到这个东莞 过去东莞是被称为信都了 南方地区非常多 然后中国大部分地区都是有妓女的存在 除非那些特别边缘落后的地方 没有客人 没有外来的人 那可能就比较少 那么在中国呢 这个卖银行业是一个非常庞大的行业 或者讲色情产业 色情产业从业人员 估计少说也有两千万 这个色情从业人员不仅仅是妓女或者鸭子 还有跟他们配套服务的一些老报啊 一些这个保安啊 服务人员啊 给他们输送一些物资的那些人啊 所以从业人员两千万已经是相当保守的一个数字了 这个地下产业的这个地下GDP数字非常的高 你想想说一年三百亿恐怕远远不止啊 有没有可能在某个年度可以达到上千亿啊 过去那些年大家知道东莞就光东莞一个市 那你想想这个一年的这种地下产业的收入会有多高 嗯 好的今天我们就先说到这儿 就是总的来讲呢就是中国说是崛起了啊 中国强大了中国是世界经济第二啊 然后习近平动不动叫为世界经济指引方向啊 这个不是我说的是官方媒体大肆的宣扬 前几年到处都是这样的 而且制造了厉害了我的国啊 这些相关的片子啊 厉害厉害 最后呢厉害到什么程度了 你这个国家还有那么多的辛酸的事情 那么多丑恶的啊 就是说慢慢的让世界更多的了解中国 当然有人说你为什么老是说这些阴暗面呢 中国好的怎么不说呢 啊中国好的是应该的啊 中国本来就应该好啊 中国这个有着几千年 不是你按照说官方的说法 五千年文明史吗 五千年文明史你到混到现在 混个世界经济第二 你还得意忘形了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你这个中国几千年前 是是世界上是不是比较领先的 然后中国在一千年前就有过当世界GDP第一的吧 老大的地位总是有吧 几百年前也有过 为什么到现在当个老二就觉得自己了不起了呢 对吧 所以说这里面要说的事情太多 今天呢就先说到这 是一个个月 是一个个月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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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